Neurolink一家破为神秘的脑机接口公司 在今年7月发布消息称 2020年将会在一名瘫痪志愿者身上 实业人脑制入芯片 完成人类对手机和电脑的意念操控 这家公司的CEO 正是前不久砸车窗翻车的特斯拉老板 艾隆·马斯克 马斯克称 Neurolink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增强 因为未来人类只有和机器合体 才能避免被机器人淘汰 所以这项脑后插管的技术是如何实现的 这还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 人类大脑之所以如此发达 是因为大脑里有近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 神经元之间经由连接点突出 依靠神经地质交换完成信息传递 并在过程中产生微电子和链反应 就像是阿凡达里的生命术 最终形成大型的神经元网络 大脑皮层就是大脑里神经元高度集中的部分 你有研究表明 大脑皮层可以按功能划分为不同的脑区 例如涅液区域负责记忆和语言处理 额液负责空间推理和注意等等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大脑皮层里放置微电机 来记录神经元表达的信息 脑机接口技术就基于这样的认知 神经科学原理展开 只要人脑设备 能够记录神经元表达的传感器 三者备齐 就可以实现一年操控 例如2016年 一项研究在瘫痪患者的运动皮层上 置入微电机阵列 获取信息后由机器解码 在传递至手臂上的神经肌肉垫刺激肌肉 由此恢复了手部运动 捕捉信息通过计算机编码再传回传感器 直接刺激感觉神经 例如人工耳窝 当下最成功的植入式听觉修复设备 通过手术将电机注入到耳窝深处 由导线连接到体外部分的信号器与麦克风 信号接收器接收到信号后 外部设备就可以将其转换为可驱动电机的电脉冲 直接刺激听觉神经 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恢复人类的视觉 所以脑机接口技术对截肢患者和残疾人来说 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显然这需要进行危险的开路手术 所以科学家也已研究出 非侵入式的脑电记录技术 用电帽的形式来实现脑机结合 但像Neuralink这样的公司 所想的可不仅仅是这样 侵入式获取的信号是直接的神经信号 显然能获取更多的大脑数据 实现更多可能性 所以当下Neuralink的目标 就是像微创手术一样 安全无痛地给人类植入脑机接口芯片 Neuralink将在明年进行人体实验的产品 从外不看就像一个助听器 操作方法是将直径为4-6微米 比头发丝还要精细的聚合物探针 通过神经外科机器人 以每分钟植入6根线的速度 插入进大脑皮层 用于获取神经元的信息 线的另一端是4个附在脑壳上的传感器 用于读取、清理、放大电脑信号 芯片将以可穿戴设备的形式挂在人耳上 系统可以像蓝牙WiFi一样 直接和手机、电脑相连 也可以和App互动 马斯克的想法是 未来人类之力会被AI甩在身后 脑机接口可以让我们跟上AI的脚步 所以在未来 脑机结合的另一端 可能就不是一个机械臂 或者是一个神经修复设备 而是一款游戏 一只小动物 甚至是机器人 试想 如果科捷的大脑里 又置入了一个AlphaGo 人脑与数字大脑结合 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对这项技术的研发 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 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 的确在医疗行业中 能为残证人士老人 提供更好的帮助 但如果不加控制的发展 在未来 很可能酿车很多冲突和万岁 商业化后 公司也会打造出一个又一个 体验快乐的程序 成为电子大麻 当然 这一切距离当下人很遥远 但数十加下 Neuralink这样的脑机接口公司 仍然夜以继日地开发 这背后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探索 也有着巨大的商机 你愿意在你的大脑中 置入一款可以操控机器人的芯片吗 你愿意在带着什么 你愿意在带着什么 姚姚姐说一下你带了什么 因为头太长了就没有时间去剪 所以就不能够此下课 我愿意在带着什么